不要機械型的對話 要聽到他人背後的情緒 然後同時呢 要去思考他人想聽嘛 再來第三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不要用過多的資訊跟理性來溝通 我有講一個段子 這也是我聽說的一個段子 據說小布希在要打那個 他是伊拉克戰爭是嗎 就反正他打那個戰爭的時候 他跟他的國民們 他先對他們國民們做了一個通告 就跟他們講的一個告知 他攻擊阿富汗的時候呢 他就跟國民們說 我們要打阿富汗 因為有阿富汗有什麼核子彈啊 有什麼數據啊 哇啦哇啦哇啦 他就直接向國民們提出這樣的訴求 據說國民們沒什麼反應 那下一次的時候呢 小布希就換了一種溝通模式 小布希就說 我們要打阿富汗 因為阿富汗呢 這裡面有恐怖分子 然後這個恐怖分子呢 就開始欺負他周邊的國家 非常糟糕 就像那個我們住在隔壁的那些惡霸 會欺負別人一樣 所以我們要就是幫這些被欺負的國家 產出這些惡霸 結果全國人民就支持他 據說這是一個段子啊 就是我沒有特別去考證 是不是真的啦 我聽到一些 一些精英階級說的 這兩個對話模式其實就彰顯出 這兩個故事喔 就彰顯出對話或者說溝通技巧的差別 在第一個技巧之中呢 它並不是以一種情感上同理的方式來跟你分享資訊 它是跟你講數據 就是為什麼數據讓人無感 因為人認知事情的時候不是靠數據 人認知事情的時候是靠過去的經驗 就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現在給你看一個就是 這十年來 然後 好不要說十年來啦 我們說這三年來 這三年來最大最嚴重的影響 幾乎全世界的問題是什麼 我不知道每個人怎麼看 但是根據大部分的 就是西方的精英階級認為 是難民問題嘛 難民問題對歐洲產生政治的改變 對美國也產生政治的改變 好如果我現在給你看一堆數據告訴你說 有多少難民在什麼時候在那裡登錄 然後如何如何如何 我給你看一張大的數據 我講得再詳細你都不會有感覺 但是如果我現在給你看一張專業的攝影師 在敘利亞看到一個小女孩 然後看著他自己父母死掉的屍體的 一個側拍的照片 這種照片一定馬上傳播到社群網路 然後馬上在時代雜誌啊 然後各種雜誌上面瘋傳 為什麼理性跟冰冷的數據 沒辦法讓人產生想法 但是那個照片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說人是不理性 這是第一個重點 但第二個重點是因為 那個照片會給我們觸發一種感覺 我們會有震撼 數字不會給我們帶來震撼 數字觸發的是我們的理性機構 理性機制不太會讓人做事情的 會讓人下決定跟下判斷的 是那個觸發感 是那個情緒 所以一個有效的溝通 或者說一個你想要讓他人理解 在說什麼的溝通 你必須讓他人有一個情緒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 我常常遇到這種直男對話問題 一個男生來跟我講說 他想要跟他女朋友說 他想要出國讀書 然後我就說OK好 你要怎麼說服他 他說我要跟他講說 因為我的未來如何如何 然後我爸媽怎麼說 然後我就必須去讀那邊去 去美國那邊才有這個學科 我說好然後呢 他說然後就可能跟他講說 之後有可能會工作 然後工作之後會怎麼樣 然後就有可能回台灣工作 有可能回美國工作 就講了很多這樣 好這個對話 這前陣子發生一個事件 這個對話第一個讓我聽 作為聽的人 我就已經很不 我自己不上女朋友 我根本就已經很不滿了 第一個你的對話裡面就是你 你根本沒有 你是在通知你女友 表面上看起來是在問她意見 但你在通知她 所以這已經讓我夠不滿了 就是我覺得你根本就沒有尊重對方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我作為一個聽眾 我聽完這整段對話之後 我就是不滿啊 我就是覺得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都自己都想好了 你問我問個屁啊 OK我的反應可能超級無敵女友 莫名其妙 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她講 我說我作為一個旁觀者 我都不是當事人 我聽完你這段對話 我都覺得無法忍受了 你覺得呢 我說你可不可以想一想 你說完這段話之後 你女朋友會怎麼樣 你的她有什麼感受 你要想一下 你說了這段話之後 對方的想法跟感受是什麼 她會覺得天啊好 謝謝你跟我分享感恩戴德這樣嗎 不可能嘛 所以這就是一個無效的溝通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 想像這種溝通模式 你通知他人 然後你卻希望對方就是很開心 你以為自己是皇帝是不是 好我講好像有點激動 但我的意思就是 你在講一段話的時候 你要達成有效溝通的 最簡單的一步就是 你要先動動腦子 想想看我這段話 從我嘴巴噴出去之後 對方應該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想一下我這段話 會給他產生什麼感受 非常重要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Ibindos University的YouTube 以及按我們的鈴鐺喔 最後你按了鈴鐺 你才會收到我們的 每一個影片的發布通知 同時還有熊仁謙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在這裡呢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 各直播一次 討論一個主題 以及介紹一本書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